各位同学们,你们都是2021年的SPM考生吗? 你们都有报考高级数学吧,Additional Max 今天我打算用华语来教这一堂课 Integration,计算体积 在华语我们叫维纪分学 那希望这一堂课能够帮助到你们 其实这一个体积的计算会比较抽象 因为它是比较立体感 所以有些体积是在X轴转动 有些是在Y轴转动 所以公式都个别不一样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更加明白 因为我是用我们的母语来教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配合 多多支持我 谢谢大家 请继续观看下去 各位中午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特地用华语来教这一堂课 因为这一堂课是比较抽象 比较难明白的 叫做体积的转动 OK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条曲线的话 在那条曲线下面呢 我们就放颜色,放蓝色 那那个蓝色的那个部分呢 我们要找那个体积 当它在X轴转动 所以当你把这个面积在X轴转动的话 你所得到的那个体积呢 是好像那个巧克力形状这样子的 所以要计算这种体积呢 一般上我们都要用integration 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公式 就好像你的slinder,sphere,有固定的公式 可是这种不固定形状呢 我们一般上要integrate OK 当你integrate的时候 你就要用公式 如果在X轴的话 它的公式是VX等于π integrate从X1到X2 Y2DX 记得啦 如果是在X轴就DX 就在X里面转动的话就DX 这样记得 OK 那你就要用公式 如果在Y轴转动的话 你的那个曲线 OK 的面积 蓝色那个面积 在Y轴转动的话 那你得到的形状呢 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 它跟刚才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用另外一个公式 所以你得到的形状 它是好像 这样子 拿那个巧克力形状的 OK 好像那个箭头右边那个 所以你要想象一下 那个体积是这样子的话 所以你的公式呢 就V等于π 然后从Y1到Y2 如果是Y轴 Limit就跟着Y OK 那你的X呢 就要square 然后DY 记得如果是在Y X就在Y里头的那个 X 那公式要有DY OK 现在假设我们要计算这个 这个蓝色图的体积了 那它的Curve 它的曲线是Y等于1-X2 你要把这个部分 蓝色部分在X轴转动 OK 你会得到的体积是好像 那个巧克力形状的 那我们就用公式了 V等于π X1到X2 Y2 DX 好吗 OK 好 现在我们就来计算吧 So V Volume Volume OK 是等于π X X1是0啦 X2是1啦 Y2DX 那你就要把你的 Y是你的曲线嘛 你要把它square先 OK 你要把1-X2 square起来 就是说 自乘两次 1-X2 乘1-X2 然后你expand expand了过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最简单的 越简了 化简了 最简单 再把它带进去你的Y2 才来integrate 明白吗 So 现在假设我已经expand了 我就把它带进我的Volume的公式 OK So 现在是π 照写啦 π照写 integrate 还是照写 0到1 还是一样啦 OK 只是那个Y2 那个部分 你要带进去 刚才你expand那个东西 把它带进去Y2 然后呢 DX So 变成π 等于 integrate 0到1 1-2X2 加X DX OK 过后才integrate 我们还没有integrate 现在我们再integrate So integrate 1就X integrate 2X square 2X3 除3 加上X5 除5 然后呢 放一个 Rectangle 的括号 OK 四方形的括号 从0到1 接下来才把那个 我们讲那个高线 带进去 就是limit 1先带进去 上面那个部分 limit先带进去 减掉0 So每一次你们integrate的时候呢 你要找它的 那个我们讲固定的值的时候 一定要把上面那个 先带进去 OK 上面的limit就是1 然后再减下面的limit 下限啊 上限减下限这样子啦 OK limit是限嘛 So你带进去 过后呢 你就计算 计算啊 你可以用计算机 但是你要很小心 因为你有减 一般上我们先把那个 括号的东西解出来先 才来两个括号的数字来减 然后答案必须要有π 不要忘记 如果是体积的话 一定要有π 好吗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呢 也是要找这个体积啦 那个蓝色那个部分 就是那个 蓝色那个部分 我们是在x轴转动 那你说得到体积 就好像那个巧克力形状的 有吗 是很特别的形状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公司 可以计算这个体积 我们就用integration 所以它是等于v等于π 然后呢 因为是在x轴 就是xe到x2y²dx 这个是公司 OK 在x轴就在x里头dx OK 记得啊 所以你们就把那个 y square了过后才带进去 OK 把它square了过后再带进去 公司 然后再来integrate OK 所以你必须要先 写y等于x 乘3-x 然后把它square 起来先 如果你square就3x square就9x 3x square就等于9x 剪掉6x 6x 3加x 然后过后呢 再integrate OK integrate了过后 你可以页减 页减了过后 你才把那个 limit带进去 上线 减下线 上线是3 OK 带了3进去 就带下线0 然后呢 你要很小心的去 按你的计算机 OK 一般上是按两次 得到相同的答案 然后答案呢 必须要有牌 不要忘记你的牌 没有牌就错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题 这一题呢 就是find the volume 找体积 OK 这个体积是在 那个面积是在 x axis 转动 OK 如果是在xaxis转动 我们的公式是pi xex2y2dx OK 公式一定要对显 那你得到的形状呢 是 根据你的x轴 so你的公式先写出来先 vx 你pi 从 减2到1y2dx OK 这个是你的公式 然后呢 你会 利用公式 过后 我觉得你们要有一个想象力啦 就想看那个 蓝色的体积 那个面积在那个x轴转动 你会得到这样子的体积 有吗 你想一下才算 那你的体积呢 是要用integration来算的 你就把那个y带进去 然后square起来 那这个我们要用那个chain rule 把那个power加1 然后除以power加1 然后还要除以那个x前面的数值 不要忘记 那limit是从减2到1 OK so不要忘记有pi 所以当你计算的时候呢 你必须把你的上线先带进去 剪到下线 OK 那接下来呢 才计算那个体积 就是你可以按计算机 把那个体积计算出来 so一般上同学们 每次会忘记这个 integration的公司 尤其是当你的power 很大超过2或3 以上的话 我们都会用那个公司 chain rule 记得吗 integrateax加bn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这一题也是在x轴转动 所以这个video我所解释的都是在x轴转动 会比较简单 首先就写公式 y等于pi xe到x2 y2dx so必须把你的y2起来 然后你想象一下 你所得到的体积是这样子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用公式计算 我们必须要用integration OK 公式是v等于integrate pi 先写 OK integrate1到3 OK 那y2dx 千万不要忘记有pi 然后y要square OK 然后呢 就把pi 照写 然后integrate 你的limit是1 你的lower limit是1 upper limit是3 然后y呢 必须是3除以x 整个东西square起来 OK 如果除以x 一般上我们要那个power拿上来就减 OK so 3square就9 x-1就变成-2 so当你integrate的时候 就9x-2加1 就是减1啦 除减1 然后呢就把那个limit带进去 ok 啊 接下来呢 你必须把它换去分数回去 我们不要你直接带进去 so你就写9 9 9 还有除以-1就减9 减9除以x ok 那个x要把它拿下去 才带进 那个limit 接下来这一题呢 也是在x轴转动 so你就看那个蓝色的部分 我们就写公司 我们就写公司v等于pi x-1到x-2 y²dx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y square起来 上下都要square so整个东西完整的square起来 so vx 就是等于pi integrate 0到1y²dx 这个是公司 ok 公司写出来才带进去 那vx等于pi integrate 3除以2x-3 整个东西 2x-3square 那整个东西要square起来 ok 当你们square要measure你完整的square so 3square就9 2x-3 那个negative2变成negative4了 so过后呢 你就用chain rule 把那个减4加1变成减3 再除以减3 再除以2 ok 2是那个x数字的前面的那个数字 ok 然后就把limit带进去 从上面带到下面 ok 把1带进去 再过后把0带进去 那接下来才去化解它 才找出你的答案 然后呢 答案必须要有pi 因为它是体积 ok 一般上当你用chain rule的时候要很小心 ok 接下来的例子呢 就是还是一样 在x轴转动 so我们的公式还是一样 就是v等于pi x1x1-x2y2dx 这一题呢 你必须写公式先 v等于pi x1-x2y2dx 因为它是在x轴转动 360度 转动 所以我们先写公式 所以我们先写公式 vx就是说在x轴转动 的体积pi 那个limit好像有一点错了 应该是从0到2y2dx ok 对不起啊 那个limit打错了 so你的volume呢 是等于pi 从0到2y呢 你必须找y2做主题 所以你就必须把y2写成2-x ok 就是y2保留原状 可是你把那个 negative y2搬去左边 它变成2-x ok so你就把y2等于2-x带进去 才integrate它 ok so你的vx等于pi 那limit是从0到2 这个才对2-xdx 不需要再square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是y2的 那过后呢 你就integrate 然后才把limit带进去 so pi integrate2是2x 减掉x2除2 然后把limit带进去 从0到2 那带的时候是从2-0 ok so你就pi还是照写 而括号 括号那边就是给你带你的上线和下线 ok 上线是2 减掉下线是0 所以我们把2带进去 所以当你带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ok不要太粗心 就用计算机按两次 ok你先把那个括号解出来先 前面的括号 然后在后面的括号解 然后两个数字相减 那你的答案呢 必须要有pi 因为这个是体积 ok 没有pi就是错了 接下来这一题呢 是很特别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转动的角度是180度 在x轴 之前呢 我讨论的都是转动360度 可是这一题是转动180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上面 在x轴上下都有面积 so如果是上下都有面积 我们只需要转动180度 ok so我们的公式还是一样的 v等于pi 从xe到x2 y² dx 还是同样的公式 so你所得到的体积呢 就好像那个巧克力形状的 那现在你就把那个曲线 x等于2减y² 把它变动一下 变成y²等于2减x 再带进去你的公式 ok 每一次你必须要有square的 如果你找体积 so我们现在带进去v等于pi 然后呢 你integrate从 我们的limit是减2到 从0到2吧 错了 从0到2 2减x dx 那现在你就 integrate 那现在你就integrate integrate 过后到最后你拿到答案 一定是要positive的 ok 如果拿到negative 就是说你可能是把下线减上线错了了 所以你要检查一下 所以到最后你的volume必须要有pi 没有pi的话是错的 记得因为我看到很多学生呢 每次忘记了那个pi 其实pi是乘3.142 所以变成整个答案是不相同了 所以你们检查一下 静静的你开放在幽谷 空中飘逸着清香 冲着凉风 尝尝尝白鱼 不知不觉的流步人间 分房间 分房的你搖曳在风中 在绿营的草原绽放 明月流光 情深陪伴 在你今夜里微笑 在漫天的心中寻觅 在彻雅的梦境中呼唤 过山林的游记 路过病情的消息 寻觅你狂不得有爱 芳芳的你摇曳在风中 在绿营的草原绽放 明月流光青山陪伴 在你今夜里微笑 在漫天的星空中寻觅 在彻雅的梦境中呼唤 穿过山林的游记 路过病情的消息 寻觅你狂不得有爱 在漫天的梦境中寻觅 在彻雅的梦境中呼唤 穿过山林的梦境中呼唤 路过病情的消息 寻觅你狂不得有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